女友和哥哥订婚了 只为当上董事长夫人 两人联合母亲 设计将我赶出家门 我摆明身份 拿出收购合同 不好意思 我才是董事长 今天是入议的订婚宴 家里提前一个月就准备此事 还包下了全市最大的酒店 他们说 必须要让这场订婚宴办的风风光光 全程轰动 什么狗屁全程轰动 说白了 不就是想上娱乐板块头条 我戴着墨镜 穿着身踪暗格夹克外套 与周围西装革履的精英们 显得格格不入 这就是陆家的二少爷吧 怎么他哥订婚 还穿成这副样子 旁边的男人小声回应道 听说陆家根本就看不上他 恨不得让他出国 走得越远越好呢 眼眸微抬 两人瞬间晋升 要不是老爷子 他非让我来 我才不稀罕和这帮人打交道 个个虚伪地要命 摇晃着红酒杯 随手拿起两块水果 坐在会场的角落 今天陆老爷子再三叮嘱我不要惹事 我也就当给他的面子 屋内瞬间昏暗 追光灯聚集在大堂门前 随着浪漫的钢琴曲响起 两人手玩手地走到舞台中央 怎么会是他 凳子发出嘈杂的噪音 胳膊传来痛感 路易的秘书紧紧地抓着我 神情紧张地摇了摇头 看来他早就有准备 我们的举动并没有影响典礼进行 牙根咬得嘎吱作响 我愤恨地望向台上 两人正甜蜜地宣读着誓言 直到典礼仪式彻底完成 他才算松开我的手 我冲到后台 紧抓着路易的领子 立声询问他是怎么回事 天底下的女人那么多 为什么非要抢抖我的女朋友 母亲在一旁急忙冲过来 将我们拉开 路易笑着拍了拍领子上的灰 不懈地说道 请你说话尊重一点 她是我的未婚妻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简直无耻 母亲帮腔说道 不就是个女人 至于你这么冲动 男子汉大丈夫 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我身形一顿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原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唯独将我蒙在鼓里 悬在空中的手缓缓放下 自嘲地笑了笑 反正他们也不是 第一次抢我的东西了 你看 这不就对了 母亲满脸爱惜地 拍了拍路易的肩膀 又替她整理好西装 要不是当年你哥救了你 你早就没命了 别说是未婚妻了 就算是命 你也得给她 是啊 陆毅为了救我 出车祸受到重伤 腿部留下了钢板 可我妈不知道的是 当时我要拉住陆毅离开 是她为了抓那几只蟋蟀 非要留在原地 车祸醒来后 面对严厉的父亲 她撒了谎 所有人都认为我害了她 对我的态度直线下降 我就成了这个家里 最不受待见的存在 没过多久 我妈就拿着酒杯出去了 空荡的屋里 只剩下我和陆毅 从小到大 只要我喜欢的东西 第二天肯定会出现在她的手里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连女朋友她都不放过 陆燕 你个万年老二 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 她仰天长笑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像是得到了巨大的便宜 太阳穴突突地跳 实在听不下去 转身就要离开房间 如果再待下去 我真的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 做出其他的事情来 才刚刚打开门 迎面就撞见了李婉然 她当场愣住 原本擎着微笑得脸 出现一丝军裂 紧抓住她的手腕 大不留心地朝着隔壁单肩走 她被我按在墙上 动弹不得 脸色变得胀红 呼吸也开始急促 质问我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 陆燕 你别怪我 情则凉目而惜 我也是没有办法 可我是陆家的二少爷 她要什么我都能给她 董事长夫人的位置 你也能给吗 她眼中带着丝哀鸣 我宛如雷击 眼神呆滞地站在原地 看着李婉然和陆毅相拥而行 微笑着应对来往的宾客 而陆毅 俨然一副公司老总的模样 恭喜陆总抱得美人归 年纪轻轻 前途无量啊 几人相识一眼 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 他们早就想推翻陆老爷子了 只不过是在找一个时机 甚至就连我路过 陆毅还在明里暗里地嘲笑我 说我只是花天酒地的二少爷 所有公司事务 都由他来替父亲分担 我驻足 忍不住发笑 是的 甚至还帮了我分担了女朋友呢 他气得牙根直痒 却没办法反驳我 在他们的眼里 我性格乖张 根本就无法做陆家的继承人 每天除了吃喝玩乐 再无其他 实际上 我早早就创立过一家珠宝公司 规模要比陆家大得多 就连国外的合作商 也是之前留学交下的人脉 为了不让陆家怀疑 我收起锋芒 从来不张扬 甚至对外宣称 朋友才是公司的老板 偏心的母亲 嚣张的哥哥 以及不闻不问的父亲 我对这个家 没有任何留恋 一切都只是为了折服 找到机会后 给陆家致命一击 而现在 机会来了 晚宴结束后回到家 就看见陆毅和李婉然两人 坐在一楼 他用余光瞄了眼我 将他紧紧圈入怀中 父亲倾咳了声 示意他不要太过放肆 现在的年轻人 关系可都好得很 老爷子 你就别操心了 说着母亲走过来 虽然是微笑 但是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 他对我的厌恶感 况且 阿燕也不会生气的吧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我身上 自然不会 我还要祝他们 百年好合 两年报三 李婉然狠狠弯了我一眼 晚饭时 两人坐在我对面 你弄我弄 好不恩爱 视线落在他手腕处的钻链上 嫂子 这手链可真好看 在哪买的 李婉然视线飘忽不定 双手紧张地无处安放 当然是我买的 陆毅不悦地开口 那条手链 是我当初在国外花重金 托人量身定制的 寓意是 永恒不变的爱 现在看来 好可笑啊 紧握着红酒瓶 绕到女友身后 用力扯下手链 扔进了垃圾桶里 母亲蹭地一下站起身 陆燕 你别太过分 我只是 拿回属于我的物品 又有什么问题 她气不过 跑到老爷子面前告状 我装作没听见 自顾自地上楼 告诉秘书 可以准备收购公司 这盘棋 我已经下了很久 现在是时候收尾了 夜色逐渐浓郁 环绕着整个城市 霓虹灯光 会成条无尽长河 横穿地平线 平天绚烂 屋内并没有开灯 漆黑寂静 何曾几时我也想过 自己会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儿时的轻视谩骂 让我明白 不要相信任何人 也不要对谁产生过度的依赖感 前路坎坷 只有自己 直到遇见的李婉然 我才懂得 什么是爱 以及如何爱人 想到这里 心像被千万根银针扎过一般 密密麻麻地疼 手中的红酒已经见底 我倒在床边 逐渐失去意识 等再醒来时 已经是天亮 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睡眼朦胧地望过去 就看见李婉然躺在我的旁边 不是 她怎么会在这里 猛然从床上跳起 她轻松地睁开眼 愣正了两秒后 发出一声尖叫 我脑袋飞速旋转 可怎么也想不通 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婉然 路易急匆匆地跑进来 用棉被紧紧裹着她的身子 母亲跟在身后 眼神中闪过丝窃喜 紧接着惊慌失措 神态转变之快 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她倒在路易怀中 泪眼朦胧地轻声哭泣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醒来就躺在她的床上了 咱们昨天才订婚 今天怎么救 你一定要为我撑腰啊 路易眼露凶光地看着我 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 母亲在一旁帮枪 要将我赶出去 原本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可现在就立刻懂了 一切都是她们提前设定好的把戏 醉酒的我 衣不避体的嫂子 任谁听都很炸裂 父亲拄着拐杖 在庸人的搀扶下走过来 让我好好解释 如果我不解释呢 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那我只好让你走了 如果这件事是她们的问题呢 父亲迟疑了两秒 声音严肃果断 和之前一样处理 好 这我就放心了 利用手机投影 将画面投射在电视上 在视频打开的一瞬间 众人脸色一变 而李婉然 更是要拉着路易离开 怎么 这就想走 视频显示 李婉然穿着睡衣 来到我房间 主动躺在我旁边 无论怎么看 都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薄唇缓缓勾起一个弧度 询问父亲 刚才的话做不作数 要不是我早早有个心眼 提前将屋内装上了监控摄像头 否则今天肯定就会被他们诬陷 在这个家里 只要有所懈怠 就会被啃得 连骨头扎都不胜 母亲有些胶着 帮着李婉然解释 说她 只是回错了房间 这种事情 本来已经够丢人了 要是闹大了 那咱们陆家可脸上无光啊 老爷子的表情 有些松动 陆毅快给你弟弟道歉 妈 道歉 她满身的不情愿 说了句不好意思 屋里安静的连掉根针都能听见 又是这样 只要是我犯错 就会有各种严厉的惩罚 而放在陆毅身上 就是轻飘飘的一句道歉 我身没紧锁 还没等开口 就听见一阵电话铃声 挂断电话后 陆老爷子愁眉不展地站在原地 说是有人要收购公司 陆毅冷哼一声 脸上挂着不屑的痴笑 说道 是谁那么不张眼 还敢收购陆家 是盛宴集团 此话一出 她的笑容僵持在脸上 盛宴集团是这两年新进市场的珠宝公司 对接国外多家贸易 财产和资金链要比陆家雄厚得多 更为神秘的是 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什么样子 老爷子沉吟了两秒后 眼波流转 声音带着试探和猜疑 听说 他们家的董事长也信陆 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名字恰好也叫陆燕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 将我推到了舞台中央 所有人都望着我 吃惊 猜疑 以及 嗤之以鼻 那个倒霉蛋 和他一个名 李婉然扑斥一声笑出声 两人相拥离去 我无奈地摊开手 不是我不念及旧情 而是告诉他们身份后 却没有一个人相信 先礼后兵 这可就不能怪我了 目送他们离开后 我拿好文件 准备去公司 转了几圈后才发现 身后有辆黑车 一直跟着我 虽然看不清驾驶人的脸 但我也能猜到 八成都是路易搞的鬼 嘴角扯起一个玩味的笑 既然你这么喜欢跟着我 那咱们 就好好玩玩 一个漂亮的急转弯 车速飙到180 直接驶入岔道 将身后这几个人甩开 驱车来到朋友的酒吧 和他打过招呼后 匆匆从后门离开 开着他的车回到公司 张扬见到 是我立马迎上来 将最新的财政报表 放到我手中 平时我们远程联系 他在公司里 帮我处理做事 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近期的销售额一路走 市场反馈评价也比较好 我拿出珠宝设计图 他心领神会 带去了设计部 这个项链的设计 源自于古时代罗马风格 是路加 亲近全力研发的产品 前段日子 我花费心思画好后 被路易从卧室中偷走 现在我也要让他尝尝 被人窃取灵感 是什么滋味 公司加快速度生产 才短短五天时间 项链就引起拨轰动 部分小企业 纷纷以这款设计作为灵感 分支出其他款式的产品 而路加 同样也引起轩然大波 路燕 你偷手搞 我无辜地摇摇头 什么都不知道 你搞清楚 是不是我偷的不重要 出自谁手才重要 勾起的嘴角 让他彻底破防 你还要装 他气急败坏地冲上前 抓住我的领子 我倒是不着急 让他拿出证据 否则别怪我大意灭青 将他送进警局 你 路易带着几名保镖 将我推散入卧室内 反锁门 不给我任何逃跑的机会 别墅内的保安 24小时全天待命 目的只有一个 随时抓我 相反 我却乐得清闲 这小子估计脑袋傻了 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 难道真的认为 在当今这个时代 随意观人不犯法吗 看着来往走动的保安 我不禁一声冷笑 滑动手机 拨打报警电话 我要报案 有人非法囚禁 被囚禁了两天 我也没有见到过 我妈的身影 可路易才刚刚 在我面前被抓走 他就火速 从主卧里冲了出来 哀求我去警局赎回他 路易 他可是你的亲哥哥 你怎么能报警抓他 笑话 别说现在 将他送进警局 未来我还要一步一步 亲手送他下地狱 你对得起他腿里的那块钢板吗 小白眼狼 我是白眼狼 那场车祸 刺耳的刹车音 仍绕耳盼 我步步紧逼 他退到门边 妈 如果我说 当年是他自己贪玩 导致出车祸 并不是为了救我 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他迟疑了两秒 目光逐渐转为坚定 没想到 你现在都居然开始撒谎了 心宛如掉进冰窖之中 急速下坠 我觉得自己如此好笑 证明自己很愚蠢 让他人去相信自己 也很愚蠢 我快速整理好心情 请他离开 早知道你会这么对他 当初还不如直接 让你死了算了 之间不自觉用力 我寅愿着怒气下楼 老爷子表情 肃然地坐在楼下 见到我时 抬起手示意我过去 阿燕 你告诉我 设计稿是不是你偷的 我摇摇头 他满脸失望地看着我 打开电视屏播放了监控录像 画面中我端着水杯 来到他的书桌旁 替他整理好右侧凌乱的文件 转身离开书房 前后甚至不超过一分钟 母亲像是抓到了把柄 要求将画面暂停后放大 老爷子 你仔细看他 怀里拿出来的是什么 那是个平安符 他脸上浮起一丝怅然 关闭了电视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根本无法做出窃稿的行为 况且 设计原稿放在桌面 本来就没有丢失 怎么说也怨不到我的头上 是我错怪你了 他唏嘘长叹 带着母亲到警局保人 而我摊坐在沙发上 还是那副浪荡模样 不经意地把玩手中的胡桃串 我早就知道 书房里面有摄像头 去送茶水的时候 就提前将针孔摄像头 藏在了钮扣里 帮助整理文件的过程中 摄像头能清楚地 照到设计稿 而那个所谓的平安符 也都是障眼法 唯一能打的亲情牌而已 不过看他的样子 应该不知道 设计稿出自我手 现在陆家找不到人背锅 陆毅也只好吃了个哑巴亏 所有的损失 都只能由他来承受 和我 没有一丝关系 不出意外 他马上就要被保释回来了 到时就更热闹了 这两天 陆毅像是憋着骨气 话里话外的 对我有意见 现在 全家忙得不可开交 你可倒好 也不为父亲分忧 我分忧 好事他倒想不起我 要我看你 肯定是做了手脚 要不然也不会 咣当 水被重重地摔在桌上 陆老爷子眼神淋漓地 扫过所有人 这件事已经查证过了 不要再提 看着陆毅那张吃憋的脸 我心情大好的 多吃了两碗饭 傍晚时分 他来到房间 开门见山地问我 是不是盛宴集团的老板 我越想越不对 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宠明的人 恰巧还都经上 你骗人过了老爷子 可骗不了我 我反问他 就算是我 你又能怎样 我要是 你就乖乖藏好狐狸尾巴 不要偷睡漏睡 更不要被人发现那件事情 说完还故意指了指胳膊 他脸色骤然大变 怒容满面地奔我而来 我抬起手 拦下迎面来的耳光 用力将他甩到一旁 你还当我是从前那个任意被你欺负的小孩吗 过往的记忆宛如走灯般在眼前闪过 他心虚地松开手 转身消失在视线中 两年前 工厂的维修工操作机器不当 导致触电 因此断掉了半只手臂 路易以没有劳动合同为由 仅仅用几万元将他打发走 我联系朋友 联系当地最好的医生 妥善处理好伤口后 帮助其找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只是为了将来能让他制衡陆家 估计现在路易正焦头烂额地找他了吧 我联系公关和各大娱乐新闻媒体 资料与经费也全部就位 将他们送上热搜 那名工人站在镜头下 说出残酷真相 当年路易故意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在出事后 为了保全自己 威逼利诱 胁迫工人在协议书上签字 仅仅两万元就买了他一条手臂 这件事一经爆出 网友们纷纷辱骂陆家 认为他欺人太甚 紧接着又有人实名举报 陆家偷税漏税 公司做假账 只为了逃避税金 现在正值反贪反腐 陆易一时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我联系暗中在公司工作的朋友 他拍了段视频发给我 画面里显示 陆易正焦头烂额地 在财务办公室内对账 试图销毁证据 而检查局的人 浩浩荡荡地冲进屋里 在核对了一阵后 将陆易带走 紧握着手机 过分压抑的情绪 像是要喷涌而出 不够 这还不够 我要让所有人身败名裂 从此不得翻身 因为陆家主做饰品 所以大多数的广告词 都是围绕女性使用体验开展的 陆老爷子的胃口很大 他不仅仅只是想做国内 就连国外的市场 也妄图一同吞并 可贪心总会得到反噬 部分的珠宝造型 有着重阳被外的倾向 并且拍摄的广告 还有如女的嫌疑 那些词汇 充斥着不雅暗示 让人只觉得有些生理不适 诸多的点汇聚呈现 足够可以让一个企业 分崩瓦解 短短三天时间 陆家反复冲上热搜 甚至都不用我顾水军 评论区里全是骂声 大批量的产品被退货 商场也陆续撤柜 陆老爷子忙得焦头烂额 脚不着地 状态肉眼可见的憔悴 我联系最后一拨人马 势必要做压死骆头的 最后一根稻草 知情人士爆料 父亲曾经私生活混乱 陆一强抢我女朋友的行为 经典的豪门斗争和绅士之谜 让吃瓜群众迷了眼睛 我看着陆老爷子 愁眉不展地坐在书房里 正焦头烂额之际 他的坐机专线传来电话 免提播放听得真真切切 陆董事长 盛宴集团的人来了 他颤抖着起身 决定要去看看 我也要求一同前往 你什么都不懂 去做什么 虽然知道他并不喜欢我 但是轻而听到他这么说 还是忍不住伤心 就让我也站在您身边一次吧 华灯出上 光影绰约 风景飞速从两侧闪过 很快 我们来到了公司 离着老远 就看见张阳坐在第一排 高高翘起腿 到真有总裁的气势 见到我时 汗手示意 我心神领会 陆老爷子虽然满脸不开心 可也不敢得罪这位大佛 挂着虚假的笑容和他交谈 开门见山 我愿意接下这烂摊子 替你收拾残局 替你贫富热搜 堵上窟窿 再让你抽身而退 所有的条件都对公司有益 他苍老的眼眸闪了闪 像是在做最后的心理斗争 最后一条 让小陆总少受些罪 早日出来 这句话宛如天下大赦一般 让陆老爷子彻底卸下防备 眉心微皱 重重点头 询问什么时候拟订合同 这我可说了不算 需要我们董事长亲自答应才行 张扬皮笑若不笑地看着他 那张满是沟壑的脸颊 开始逐渐变得帐红 用力地敲了敲拐杖 声音有着不易察觉的愤怒 如此大的事情 你们董事长不到场 未免也太瞧不起我们陆家了 谁说不到场的 我胸有成竹地背着手 缓缓走到两人中央 运筹帷幄地看向所有人 陆爷你快滚回来 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话音刚落 所有人集体低头敬礼 他眼睛陡然睁大 不由得变了脸色 陆家的员工们倒抽一口气 惊讶地忘记了呼吸 张扬毕恭毕敬地 请我坐到主位上 如你所见 我就是盛宴集团的总裁 陆燕 陆老爷子坐在我对面 胸膛剧烈地起伏 像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也对 他嘴里的无能小儿子 如今一跃而上 风头远远高过了他 换做是谁都无法接受吧 我将收购文件用力推到他面前 指尖轻敲着桌面 说道 那些条件你已经很清楚了 没什么意义的话就签字吧 他却不买账 半会儿才传来低沉的声音 你这分明就是威胁我 那就别签约了 我可就不能保证 入义什么时候出来了 他紧闭着双眼 深吸口气 毅然决然签下了名字 抬起手叫来律师 拟定财产公正 防止将来留有祸患 我给他三天时间 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自己则办了场庆功宴 犒劳一直以来 为我忙前忙后的兄弟们 多年心愿 终究在此刻变成了现实 没过几天 路易保释成功 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房间 你为什么要算计我 现在公司没了 未婚妻跑了 你很高兴是吗 这不都是他自作自受吗 人总是自私的 真不扎在自己身上 永远不知道疼 当年你为了害怕 将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他立声打断我的话 这点小事 你为什么总是抓着不放 你是我弟弟 帮我承担一下骂名 又能怎样 他大概已经忘了 就因为这一句谎话 我受到了多少忽视与不公 这个家里 我就像是透明人 不能有任何想法与意义 不能正大光明 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年少时的谎 让他吃到了红利 他变本加厉 一发不可收拾 就因为一个谎言 你费尽心思报复我 可真是好大的本事 我嘴角微不可查地勾起弧度 甚至连肩膀都抖动了起来 所以呢 所以你就偷我的设计稿 装作是你的设计理念 处心积虑 想把我踩在脚底 永远不得翻身吗 他眸中闪过一丝阴狠 怒不可遏地骂道 陆家就应该是我的 他就写着我陆毅的名字 可我只觉得好笑 只是为了稳固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他就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方设法地陷害我 到头来依旧是一场空 他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当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后 僵直了身体 母亲搀扶着陆老爷子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那个人中龙凤 才华横溢的大儿子 竟然处心积虑 骗了他们这么久 陆老爷子一阵剧烈的猛壳 许久才平复好心情 母亲搀扶着他脸上 闪过痛心之色 陆燕 不管怎么说 你父亲年纪也大了 就看在他的面子上 放弃收购公司吧 他这算盘珠子 都要崩到我脸上了 他名义上是我的父亲 可却从未让我感受到父爱 小时候犯错 无论陆毅说什么 他都会坚定地站在他那边 罚我独自关禁闭 长大了 他对陆毅的陷害不闻不问 哪怕我说出真相 依旧敷衍了事 默认就是同意 可咱们 毕竟是一家人 我和你爸养育了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不应该这么对我们 笑话 他嘴里的养育 就是缩少我的生活费 让我在国外勤工俭学 被飞车党抢劫后 差点饿死 沦落街头 可这些你都没说过 怎么没有呢 他只是忘了 我被抢劫那天 和陆毅的生日是同一天 他们在国内 大张旗鼓的半宴会 哪有时间管我死活 母亲似乎还要再说什么 我冷着脸送他们出门 过去做不到的 未来也不必再做了 爸 老爷子回头 眼神略带期待地看着我 自我成年以后 从未这么叫过他 试过境迁 我以成长为壮年 而他垂垂老矣 病体残年 我会让你 去最好的医院治疗 竟应有地笑道 眼中的光变得暗淡 他神色漠然 点头示意 和母亲二人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我坐在办公室内 看着最新的收支报告 陆氏集团与盛宴正式合并 那些对我嗤之以鼻的人 纷纷巴结讨好 全被张扬拦在门外 又利用新闻舆论 改变市场方向 严格看管营销内容 及产品定位 得到广大好评 正神由天外之际 门被推开 张扬有些为难地看着我 说母亲来了 奇怪 都这么久了 她来做什么 她穿着朴素 面颊处有着不符合年纪的苍老 开口竟然带着哭腔 阿燕 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从前不关心我 现在到母子情深了 我让她有话直说 你大哥 哦不 陆毅最近实在找不到工作 你看能不能高抬贵手 替她安排个经理当当呢 她找不到工作 那是正常的 陆家发生了这么大事 同行业的人无人不知 大家都离这个温神远远的 谁愿意用她 况且她当经理 简直就是对努力工作的人 一种侮辱 你求我 万一我心情好 就给她安排工作呢 母亲犹豫了两秒 声音放软 就算你看在你爸的份上 给她安排个工作 好不好 我猛摇头 不好 她眼睛眨了眨 像是才反应过来 你竟然耍我 我可是你妈 现在想起是我妈 早些年干什么去了 我被她冤枉的时候 你在哪里 推到水池中 你又在哪里 现在跟我眼母子情深 你也不觉得恶心 她没有正面地回答我 还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可你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做弟弟的 就应该让着她 我真觉得她没救了 明明是扶不起的阿斗 偏偏要用砖块垒上墙 无奈地挥手 喊来保安将她赶走 从此以后 不许进入公司内 自打将她赶走后 世界都清静了许多 几日后的公司年会 我与张阳坐在主桌 听她说陆家人的情况 听说陆一不学无数 在外顶着陆家的名号 吃喝撞骗 经常挨打 前些日子迷上了赌博 就连房子都输了进去 她竟然走歪门邪道 起了这种心思 谁不说呢 陆老爷子知道这件事后 将她赶出门 自己在出租房气死了 耳边轰然作响 指尖默然一紧 靠在椅背上回响 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见到是我只见动了动 没有辱骂 没有责怪 千言万语 唯有一句抱歉 那天起 我的心结才算彻底被解开 宛如无助的孩子 蹲在来往的街头 抱头痛哭 这句迟来的道歉 我等了二十八年 时间和财富 早已冲散我对她的恨意 当听到这个消息后 心里只剩下怅然 一代商业枭雄 竟然在出租房内陨落 认谁都会唏嘘吧 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后 我有些好奇 那母亲最后去哪了 她 好像是在服装城卖衣服 日子过得并不好 张扬说完 转头问我 需不需要去看一眼 不必了 陆家的人 早就因为我没有了瓜葛 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 临近夜晚 公司聚会散场 大家各自回家 我才走出不远 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陆燕 真的是你 她语气中带着喜悦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怎么会是李婉然 自从我离开陆家后 心里总是想着你 始终都没有再找过别人 她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眼眼睛亮闪闪的 期待我能对她有所回应 规矩的服务员装扮 看来 她过得也不怎么样嘛 这不是我那位过门的嫂子吗 现在不去找她 来找我做什么 况且 当年陆家出事 她第一个就跑了 现在来装深情 这是真把我当冤大头了 被我讽刺后 她不急也不恼 我当时也是被逼无奈 她说 我要是赶不结婚 就要了我全家的命 你也知道的 她那么大老板 我怎么敢违背呢 现在陆毅不在身边 她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根本无从查证 再或者说 我也不想去考证 李婉然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吗 我拍了拍她胸前的服务员公牌 嘴角勾起我淡然的笑 如你所说 情则凉目而息 你这个垃圾 还是乖乖回垃圾堆的好 丝毫不留情面 转身离去 这段日子里 盛宴集团的销售额与日俱增 已经成为全国的龙头产业 前往商场的路上 只听见角落里 传来一道熟悉的男生 忍不住走过去 驻足观看 摊位表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钻石与项链 还有些杀金的工艺制品 那些款式 和我公司的产品几乎一模一样 美女 这些都是盛宴集团的尾货 全场清仓处理 一见不留 她热情招呼着身旁的人 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在看清冒烟下的那张脸后 顿时惊慌失措 顾不上摊位 转身就跑 几名保镖迅速出动 没过两分钟就将她摁在地上 敢打着盛宴集团的名号 贩卖盗版 我看她真的是不想活了 弟弟 我的好弟弟 我的亲弟弟 你放我一条生路 别这么对我好不好 她剧烈地扭动着 像是条鹰沟里的臭虫 我故作惊讶地开口 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不是我那不学无术 学得作损的好哥的吗 她脸都气绿了 却还希望让我放她一次 放是不可能的 看她这么辛苦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 让她吃几年国家饭吧 路易听到国家饭 眼都亮了 还以为我要脱关系 为她安排职务 在她期待的眼神中 我联系公司法务部 拟定侵权合同 将她送上法庭 按照律师的话说 最少五年起步 也算我顾念兄弟勤奋 帮她衣食无忧 我的好哥哥 下半辈子你 就在牢里好好待着吧